他就說AMD106元持貨 又可以怎樣處理呢 是不是可以長挫呢 如果你講106元持貨 我會覺得要看實近期一些 因為近期都試過兩三次 穿過85元去到83元附近的 其實現在講的有些反彈 但是如果以股價來說還沒脫險 第二就是如果有留意都知道 其實NVIDIA和AMD兩隻股票 一向都是一定相關性 因為大家是拿其中一隻來看另外一隻 未來的情況是怎樣的 剛才也說了NVIDIA是現時的手段沒問題的 但是外出的人大家覺得害怕的時候 其實你問我 我也有少許擔心今晚他都會給了 一切拉下去的 所以變成83元這個位置就要看得好穩 我覺得如果今晚短線失守85元 我會建議走了才好一點的 是的